今天是周日 虽然天气降温 但是为了不影响孩子们上学 很多家长依然带着孩子前往接种点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今天啊 我的同事就去了一个超大的临时接种点 究竟有多大呢 这么跟大家说吧 它最多可以容纳800人留官 我现在是在济南市立夏区特设的新冠疫苗大型临时接种点 那这里也是专门针对3到11岁儿童设置的一个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今天下方是周末 我们可以看到带孩子来打疫苗的家长还是非常的多的 那家长带孩子们经过体温检测之后就可以进来 整个场馆是设置了多个区域 包括预检区 登记区 接种区 留官区等多个区域 那整个现场的秩序还是非常进然有序的 我打上去你不要往回撤胳膊 来 跟阿姨说叫什么名字 陈瑞希 陈瑞希 不要动 好了 可以了 自己圈圈的福祉 对 站起来也没有什么感觉 不同 学校组织 学校通知我们 也是家长经过评估嘛 然后觉得还是接种新冠疫苗 要比较安全一些 因为我们成人都已经完成接种了 对这个疫苗也是非常放心 所以带着孩子来 从11月7号 立夏区新冠疫苗临时大型接种点运行以来 承担了大量立夏区3到11岁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我们现在是根据教委的统议安排 这个学校非十段进行来到现场接种 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接种了有3万2000多计次了 主要是面对3到11岁的儿童 后期也开放了一些第二计次 第三计次的加强针的人员接种 虽然前来接种的孩子非常多 不过家长们都普遍反应 在现场工作人员的组织下 疫苗接种效率非常高 我们总共有安排了有8个预检医生 30个接种台 有22个接种区 然后我们的流关区分大概A区B区 最多能够容大800多人次的家长和孩子的流关 在接种点的流关区 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举措 就是设置了一个我身边的快乐阅读区 那这样的话家长在带孩子留关的 这30分钟之内就可以来选择 自己喜欢的书本来阅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书本是非常的多 这件事大概得有五六百本书 而且涉及到不同年龄段 适合阅读的书籍 可以供学生们选择 根据规定 目前3到11岁人群 接种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为北京生物科兴中围 武汉生物生产及分包装的疫苗 供需接种两剂次 第二剂次应与第一剂次间隔至少三周 并在八周内尽早完成 咱们全市是从10月底开始启动 3到11岁人群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截止到11月20日 全市已经累计接种达到80万人以上 然后接种率达到81.26 然后按照全市的这个安排部署 我们要在11月23日之前 完成该部分人群的第一剂次接种 同时医生也提醒家长 带孩子打完疫苗返回家以后 还要对孩子进行至少24小时的健康监护 如果孩子有不适 要及时跟接种门诊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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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